主料,五花肉500克,青酸200克,主料,青辣椒150克,红辣椒150克,豆瓣酱100克,黑豆豉30克,葱100克,酱油,白糖20克,盐20克,味精,香油,料酒,姜,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 将带皮五花肉放入葱姜,料酒,水,梅菠肉,花椒放入锅中煮20分钟,捞出切片备用,蒜苗开松,切成坡刀片,葱姜蒜切片,皮线豆瓣酱切碎备用,黑豆豉切碎,锅内放入油,放入黑豆豉炒香,放入葱姜蒜煸出香味,再放入肉片,炒至肉片土油,放入豆瓣酱,继续炒至猪红油,放入青酸,青辣酱, 红椒,红椒配色克乌,烹入料酒,放入盐,少许糖,然后放入味精,香油,快速翻炒出勺装盘即可,烹饭技巧,青蒜排松再切,蒜香味浓郁,肉片要炒至土油,不然吃起来太腻,青菜放入后要快速翻炒出勺,如果时间来不及,可以将配料提前对好饭汁,直接烹入,可节省翻炒时间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